我们分九个部分来介绍饺子机的使用和维护方法。 下面我们首先介绍饺子机的结构与原理。 饺子机是由机架部分、减速部分、弓馅部分、弓面部分、成型部分等五大部分组成。 工作原理是面斗中面团经螺旋推进器、面角笼,推至出口处、面嘴处形成空心面管。 同时经双极叶片泵将馅推入面管内,最后经成型膜滚切成型。 要完成上述工序,主要由梳面、梳馅、成型三部分来实现。 梳馅部分是将馅推入空心面管和控制限量多少的机构。 它是由线斗、馅角笼、馅管、双级变量叶片泵组成。 梳面部分是将面挤压成空心面管和调节控制面皮厚薄、面量大小机构。 它由面托盘、腹管、面角笼、面斗、面套、调节螺母和内外嘴组成。 成型部分的任务是将装馅的面管滚压成型。 它由成型架、成型膜、成型覆滚、紧定螺栓和干面斗等。 我们了解了饺子机的结构与原理,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一台新的机器拆箱后如何安装。 2. 安装 1. 拆开木包装箱检查备件资料是否齐全。 箱内有线斗、线角笼、震筛、钩帮子、面铲各一个。 塑料管两根。 备件有尼龙套两个、保险管两个、密封圈两个、圆锥销钉两个。 操作说明书一本。 2. 将线斗安在泵壳上。 然后将线角笼安装在转子上。 将震筛安装在震筛架上。 3. 按插座配置插头,接在电源线上,并注意接上地线。 4. 本机面套由水循环装置。 当机器面套温度升得很高时,需使用此装置。 4. 如用水冷却。 4. 需要购买CX300A型或相应型号水泵。 5. 将其中一个水管与泵连接。 5. 将泵和另外一根水管共同放入水中即可使用。 5. 零件的拆卸清洗和安装。 我们每次使用饺子机的前后,都要对饺子机接触食品的部分进行拆卸清洗,以确保食品的卫生。 清洗后进行恢复安装才能使用。 下面,我们就介绍如何拆卸和安装。 1. 书面部分的拆卸与安装。 将出面口最外端的两个螺母分别用勾扳手逆时针卸下。 3. 取出内外面嘴。 3. 再用勾扳手逆时针卸下面套上的大螺母。 拔下面套,拉出面脚笼。 线管向逆时针旋转一下,拉出。 取出梳面覆滚。 将卸下来的零件进行清洗并擦干。 变抖用抹布清洗干净,然后安装。 安装按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对书线部分的拆卸清洗与安装 3.手拿线角笼,逆时针旋转一下,向上提出,逆时针旋下线抖 4.把限量手柄逆时针旋下 5.依次取下上火板,转子,叶片,取出泵芯 5.用钩扳手松开泵体螺母,取下泵体,下盖板和O型圈 6.将卸下的零件进行清洗,擦干后重新安装 6.安装按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6.由前由于当初来云下团的零件 7.2.指摆台 10.2.指摆台 15.16.1.对吰海 16.1.指摆台 15.16.1.指摆台 16.2.指摆台 17.1.指摆台 16.2.指摆台 18.1.指摆台 三、对成型部分的清理 成型机头的零件不必拆卸 用抹布、毛刷、面缠等工具清洁干净即可 清洗干净并恢复安装以后 我们就可以接通电源开动机器了 四、接通电源试转 在接通电源之前 用勾扳手将面角龙退至后端 将线泵、离合手柄放在停的位置上 检查所接电源与机器额定电压项数是否一致 确认 最后更 bowel银行用